好 欢迎233的考生朋友们 我们这节课呢 介绍是城市桥梁下部结构施工 关于桥梁呢 它是上部施工和下部施工 当然下部施工呢 主要的介绍的是装机 当然也有一些咱们的墩柱啊 城台啊 桥台啊 盖梁啊等等 但是呢 关于我们的下部结构 教材当中 还介绍了一个重要的知识点 维艳 而且呢 在2015和2019也考试 维艳在哪儿维艳呢 一般都是河道中施工这个桥梁 才涉及到维艳 那么河道中施工 其实除了这些考过的维艳 在早年2010年还考过什么呢 叫导流拐寒 2020年呢 我们还考了一个水上作业平台 还有一个祝导 没有直接考过 但是这些呢 都是在河道中做桥梁的时候 必须要做的 所以我们把这几个知识点放在一起 教材当中只介绍了维艳 但是考试不一定就只考维艳 有可能考到这些知识点 第一个 导流拐寒 导流拐寒 比如我们做一个桥 这个是跨河桥 那么跨河桥什么时候用导流拐寒呢 第一 你那河道 做这个河道的时候呢 跨越河道不能太宽 河水呢 也不能过深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我做桥的时候 最好把这河道填平 那水怎么办呢 埋上管 让这个整个水从管里边过来 发行管 整个给它回填 然后呢 你看一看啊 让这个水从这管里边走 整个填平在上面进行施工 你该打桩打桩 做上部结构 该搭支架搭支架 这就是导流拐寒 那么导流管寒就是怎么一个原理呢 把河道填平水从管里边去走 早年间考试考过 后期依然要注意这种施工 这是2010年当时考的这个案例 说某公司啊 做一个城市桥梁的A标段 然后呢 整个A标段梁府桥的上部结构 采用网扣式支架施工 由于锁跨河道流量较小 水面窄 项目部施工设计采用双孔管寒导流 回填河道并压实处理后 作为支架的基础 待我们上部结构施工完毕以后 再挖除恢复原状 整个就像我们前面这说的 给它填平 有根管 然后水从这走 上面呢 进行搭支架 这种施工 现在问你 A公司项目部在设计我们导流管寒时 必须要考虑哪些要求 有人说这些在教材上没有 教材连导流管寒这四个字都没出现 你让我怎么说这要求 大家想一想 咱们的目的不就是导这个水的流吗 那你这个导流的时候是不是得考虑两根管 你那管的直径是不是必须满足这河道水的流量的要求 好 第二 你那个管结实不结实 上面回填土之后可要搭支架 别一回填土给它压扁了 那管壁得够厚 那管材得合理 还有 你得注意我们在做这个导流管寒 你那桥是多宽呀 你别这管太短了 将来搭支架不够 那管的长度 好 那么这里边等于是什么呢 围绕这管的几个要素 管无外乎几个要素 比如管径 管壁 管材 管长这几个要素 那围绕它进行展开就可以了 必于考虑管寒过水面积相当于管的直径 必须满足施工期间河水最大流量的一个要求 而管寒的强度 这个就是涉及到管材 管壁的厚度 必须满足上部喝载的要求 管寒长度必须满足支架地基宽度要求 除了这几个管材 管壁 管径 管长 还有管寒设置的位置避开桥梁的基础 你别把这个导流管寒正放在哪个位置呢 正好放在打桩的这个位置 放在成台位置 这肯定不行 所以说必须考虑的这些要求 你说这个知识点 它不是在教材 但是说完了之后 河道里埋根管 这管啊 直径得够大 管得够长 管得结实 位置啊 得合理 其实是不是最最常识 这就是我们试证考试的特点 你乍一看 不知道怎么去答 仔细一看答案 说的都是极其常识的内容 所以有人一直说 说试证考试太难了 啊 是难吗 不是 因为你看完试证的答案 你觉得都特别合情合理 为什么特别的合情合理 因为它真正的答案 往往都是试证当中 或者生活中当中的一些 基本的常识的内容 好 下面我们看这个维艳 维艳呢 是整个桥梁下部结构 施工当中的教材上介绍的 而且呢 2015年考试考到 2019年考试考到 维艳呢 考试 它当然还可以再出一些案例题 当然了 它的案例题 结合着你比如我们维艳 结合什么吊庄啊 焊接呀 这些也可以进行考核 那么维艳 维艳施工的基本规定 这一个支点 2015年和2019年都出提出过 就是维艳的高度啊 应高度施工期间 可能出现的最高水位 就是这个最高水位 就是浪高啊 注意啊 包括这个浪高 它以上啊 0.5到0.7 那浪尖以上啊 最高水位那浪尖以上 0.5到0.7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支点 2015年 2019年都考到了 第二个呢 维艳施工的时候 应减少对现况那河道通航啊 导流的影响 不能影响人家正常的通航 对河道呢 断面被维艳压缩 一维艳 肯定河道被压缩 那么压缩引起的冲刷呀 应该有防护 因为河道的面积小了 那水的流速加大 就有可能对焰体呀 对河道造成一些冲刷 包括啊 这个河岸啊 围艳的外边的土坡啊 这都有可能造成冲刷 你得有防护 围艳里边的平面尺寸 满足啊 基础施工的需要 你别围艳围完了之后啊 太小了 你把这围艳的整个给切薄了 这肯定不行 这个得满足它正常的施工 围艳要求呢 防水严密 别渗漏 围上艳了 水往里边漏水 这肯定不行 另外呢 围艳啊 你的材质不能对相况河道产生污染 尤其是那个土围艳 你都装的是一些垃圾 那对河道有污染 这肯定不行 这是什么呢 围艳基本规定 这种题在2015年考试这个方向考过 后期注意要这些方向啊 有点结合到叫环境保护的 它有可能是出阿里提的重要的点 总结一下啊 把前面那个总结一下 围艳施工 这包括2015年考试考过啊 首先围艳要办手续 办手续都找什么部门办手续 一个叫河道管理部门管河道的 一个是航运部门用这河道的 方式选择啊 围艳的出题 出过方式选择 到底我用土围艳 土袋围艳 钢板装围艳 套箱围艳 用哪一种呢 哎 2019年结合背景 我们后面有那道题 高度 这是两年都考过 高出啊 最高水位0.5到0.7 然后材质要求 主要就是不能造成河道污染 技术要求 其实围艳后边都在写 不管钢板装还是土围艳 叫上游开始下游合拢 围艳的施工要求 总结出来采粉点 我们一定注意啊 最后都化解成采粉点 位置正确 范围高度满足施工要求 强度满足施工期间 河水冲刷的要求 施工期间要保证不慎漏 不能影响河道的通行 和正常的运行 这就是围艳从管理的角度啊 和部分技术的角度 容易出题的涉及到的采粉点 是已经考过和未来 有可能涉及到的考点 就是这些 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表 这个表本身就是选择题的考点啊 各类围艳适用范围 当然考试呢 他还不是说像2019年 就完全依据这张表格 这里边的关于维艳呢 他介绍土维艳 土袋维艳 大家一定记住 这是要知道的 至于木桩竹条土维艳 竹里土维艳 竹钢丝龙维艳 堆石维艳 注意这些维艳 考试不可能出啊 那是极为特殊的小众 而我们土维艳 土袋维艳 钢板装维艳 套箱维艳 这是考试容易考到的 至于我们土维艳 这里边数值还是要大概了解 比如水深 一般的是小于等于1米5 流速小于等于0.5 河边浅滩呀 河藤渗水较小的 这个位置 用土维艳 土袋维艳就是把土装在土袋里 当然里边两边砌柱中间填那个土芯 这个呢 一般的基本上别超过3米 流速也是我们大概在1米5 后边的就不用太多的去关注 钢板装维艳 考试 喜欢考 钢板装维艳 是深水或者深积坑 流速较大的沙类土啊 粘性土啊 碎石及风化岩等坚硬的河床 防水性能好啊 整体的刚度较强 这是钢板装维艳啊 对于钢板装维艳 它的要求 至于啊 钢筋混凝土板装 我们又是把它弱化的 一般考试 不会涉及 套箱维艳 这也得知道 流速啊 一般的是 小于我们的2米每秒 覆盖层较薄 平坦岩石河床 埋至不深的 水中的基础 也可用于修建 装机的成台 啊 就装机上面的成台 用它 双臂维艳 也叫双臂啊 钢套箱维艳 这个呢 一般是 大型河流 深水基础 一般都是大型的 有大型船只 啊 那个跨海大桥 一般都是 双臂钢维艳 土维艳啊 简简单单的啊 用土把这个施工区域围起来 在里边施工啊 外边的营水面呢 一般的坡度 要比里边啊 这个施工区域这边的坡度呢 它要缓一些 好 这就是咱们的整个土维艳 得够高 得结实 得别渗漏 别造成污染啊 咱们的整个 注意啊 这就是咱们的 属于土维艳 土维艳 呃不能太深 水的流速不能太大啊 当然这种 还有这种特殊情况 什么呢 它严格来说 这叫什么呢 这叫半维艳啊 它借助于整个岸边 然后呢 进行围拢 不是在整个河道当中啊 借助于岸边啊 这种维艳 现在呢 用的也比较多 土袋维艳 那么土袋维艳 其实就是这么 把土装在土袋中 但是呢 在为了防止漏水 它一定要 两边弃柱 中间填这个 整个年性土 这土芯 这样呢 水就不至于 从这整个漏过来啊 有这个土芯 这样呢 它这个维艳啊 相对而言 就不用那么宽 占地面积不用那么大 不用对河道造成 那么大的影响 因为它占地面积相对小 不像这个土维艳 一下放着坡脚很大 好 土袋维艳 那对于钢板装维艳啊 钢板装维艳是考选择题 考的次数比较多 呃 这个知识点一定记住 后面我们介绍 轨道交通当中的机坑 也涉及到这里边的 很多知识点 首先钢板装 有大飘石 坚硬岩石的河床 尽量就别用它了 一般的维艳呢 也是从上游开始 下游合拢 这个土袋维艳 土维艳都一样 呃 钢板装呢 施工的时候 可以垂直震动 涉水这些方法 下沉 但是后边这句话 考试可考过 2015年就考过 在粘土中 不宜使用涉水 下沉的办法 这个在 我们后面啊 后面关于 呃 这个庄 沉庄的时候 呃 涉水下沉的时候 也是有这一条 好 呃 这是关于我们的整个钢板装 钢板装相互之间 咬河 当然了 在河道中 没见 现在单排的这种钢板装 啊 单排钢板装 太难 现在比较 人家做的到位的 比较好的 双排钢板装 有人说这材料太浪费 错了 这种将来对于材料 消耗量比较大 为什么呢 你 关键它第一是漏 第二 里边漏了 在过程中经常要焊接 这钢板装啊 毁的严重 而我们这种双层钢板装 中间啊 填土的啊 填这种 呃 比如粘土啊 膨润土的 反倒这钢板装 将来变形 比较小 那钢板装变形小 重复利用率到比较高啊 这一种 呃 在维艳当中 经常采用 这样它漏水的可能性概率 就比较低了啊 双层的钢板装 关于钢筋混凝土板装 维艳啊 这个支持点 就像 呃 咱们的基坑啊 深基坑维护结构 也有钢筋混凝土板装 这维护结构 都不是我们的考点 而且用的呢 也比较少 对于咱们的套箱维艳 施工要求 套箱维艳啊 有那种油底的 有那种无底的 无底套箱 你可以木板的 钢板的啊 钢瓦水泥制的啊 这种套箱维艳 无底的 当然还可以用这种油底的 什么地方用无底的 这个在教材中 他没有说啊 什么地方用无底的呢 首先你的核床得比较平 你没有底直接套下去 你那个套箱底跟核床得最好接触的 特别的密实 然后呢 再进行底部这处理 如果下面核床啊 不平啊 非常不平 你这种无底套箱就没办法 那底下不平 那水不就渗漏进了吗 那个时候油底 就是油底套箱了 啊 油底的套箱 直接卡在桩上 比如有的成台 它就相当于成台的这个外模啊 呃 五底套箱需要核床比较平 油底套箱 一般的就是做成台的时候 直接套箱 跟那个整个庄就卡在一起 啊 这种是油底的 双臂钢尾焰施工 双臂钢尾焰啊 整个是双臂的 啊 他也一块一块拼装 然后到河床这个位置呢 往里灌水啊 让他整个下沉 这个要求是什么呢 特别大的啊 有的呢 这个双臂钢尾焰 都是几十米深啊 跨海大桥 那个时候用的到比较多 至于一般情况 那个几米深 实际十来米深的 一般不至于用双臂钢尾焰啊 都是跨深的啊 长江啊 跨海大桥啊 等等 深水区啊 我们看一下 2019年啊 当时案例四 这这道题呢 他介绍的是 一个公司做一个 城市快速跨河桥梁 由主桥南影桥 北影桥分东西 双幅分离式结构 呃 主桥中 中跨呢 下面为通航的河道 施工期间 航道不中断 河床地质 自上而下 为后三米的淤泥质 粘土层 后五米的沙土层 后两米的沙层 后六米的卵力石层 河道的最高水位 注意已经包括浪高啊 它的高层是19.5 水流流速是1.8米每秒 桥梁下面有这个立面图啊 16号吨 17号吨啊 项目部编制的施工范 有如下内容 这内容是什么呢 由于河道有通航的要求 在通航孔施工期间 采取安全防护措施 确保通航安全 根据桥位的地质水文 环境保护通航要求 这些情况 拟定主桥水中 承台的维艳施工方案 并确定了维艳的顶面高层 问题是什么呢 施工方案三中 指出主桥第16、17号吨 成台施工最适宜的维艳类型 维艳顶的高层至少因为多少米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艳顶高层这个计算 人家告诉你了 河道最高水位是包括浪高19.5 那是他以上0.5到0.7 按道理来说 至少因为多少米 至少呢应该是19.5加0.5吧 但是呢我们记住考试 只要是教材中 但凡是一个范围的取值 最后他计算也都是一个范围 比如我们灌注混凝土的时候 要灌注 装机灌注混凝土 要必须是多少呢 超灌0.5到1米 结果二件考试 人家考出来了 灌这混凝土应该多少 就是一个范围 超灌0.5是一个范围 超灌1米是个范围 灌混凝土应该灌这么多 而这里边也是 他问的不是最严谨啊 应该是燕顶高成 别有至少就好了 因为多少 那就是他说的19.5 你再加个0.5 而还有一个19.5 再加上一个0.7 不就20.0到20.2吗 是这个范围 但是他前面的问倒是有点意思 指出十六十七号吨 在成台施工的最适宜的维艳类型 注意啊 在这里边明明显显的给我们一个 这叫什么呢 高庄成台 注意啊 高庄成台 也就是庄将来是在河床椅上 而且这不是平的 那么这个时候 你在施工的时候 如果用套箱 你用我们的油底的套箱 如果用这种油底的套箱 肯定不是特别合 五底套箱 肯定不是特别合适 不是五底套箱 就应该是油底的卡在这个位置 正好做成台 而这套箱底就是成台的基础 但是呢 他这里边又说的是 根据乔卫的地质水文环境保护通行要求 然后呢 既然是根据地质水文 在地质这块 他写了 核窗地质自下到上 自上而下 什么厚三米的淤泥质粘土层 五米的沙土层 两米的沙层 六米的卵力石层 你告诉我这么多的土质干什么呢 那么我们这个土质最适合什么呢 比较适合 不会是土为验土袋为验 太深了 这个应该适合什么 我们钢板装为验 那到底是钢板装为验 还是有点的套箱为验 那这里边咱们就把两个都给写出来 什么呢 是我们的套箱为验 或钢板装为验 两个都给他写出来 然后呢 整个为验高程应该多少 是个范围 这个题不是十分严谨的 就是他说个至少 结果是个范围 没办法 人家给的就是这个答案 好了 这个题目你看有简简单单的计算 有你根据案例背景 但是这个题又有一个缺点 就是既然如果根据地质 那地质适合钢板装 但是如果根据土十六十七号高装成台 又适合那种套箱为验 所以只能把两个建造台分点给分 好欧巴这两个写上 还是那句话 有人说建造台分点给分啊 那欧巴土为验 土袋为验 钢板装为验 套箱为验 双臂钢套箱为验 我全都给写上 起步更好 不对 你别过分 因为我们这里边 根据案例背景分析出 它是有可能有钢板装为验 有可能是有点套箱为验 这两个都有可能性 你把这两个其中之一写出 就是基本上是这个答案 但是你如果整个罗列下来 这成什么了 那这种题不建议 不建议 很可能你就分就没了 多写不扣分 不是瞎写 不要把这些所谓的技巧 想的是万能 但是这里边 当你不好决策的时候 好 我们把两个维验 这方式都写出来 这就够了 下面咱们说一说 祝岛 祝岛呢 相当于什么 大家注意 相当于 我本来是个维验 结果呢 我把这维验啊 又整个给填平了 这就等于是 祝一个小岛 祝岛施工 祝岛 所以说 如果真正考试 你比如材质 不能污染河道啊 得办理相应的手续啊 什么位置 满足施工要求 这都是通用的 考试呢 出它的可能性 不是特别特别大 以前也没出 后边概率 并不是特别高 水上作业平台 水上作业平台 2020年考试 考到了 这是一个整个水上 作业平台 那么这个时候呢 大家一定注意啊 我不再进行维验了 我直接搭一个平台 然后呢 把这个大户筒 下到河窗底 2020年考试 考到的这个支点 当时说 某公司 承建一座 跨河城市桥梁 基础采用的是 1米5的 钢筋混凝土 钻孔灌柱装 设计采用端层装 装底嵌入 我们中风化岩2D 2D是什么呢 D是装的直径 好 D是装的直径 装的直径 是1米5 2D呢 是不是就是到 我们的 首先要装底 进入中风化岩3米 装顶呢 采用盖梁进行连接 盖梁的高度 两点的 盖梁高度啊 这个 1200毫米 也就1米2 顶面标高 也就是高层 20.000 啊 好 后边 河床地质 一是皆是 为什么淤泥啊 淤泥制 黏土啊 黏土啊 泥盐墙 风化岩 中风化岩 好 项目部编制了 装机施工发案 明确如下内容 下部结构采用 水上作业平台的 施工发案 水上作业平台呢 结构是600的钢管装 加行钢 加人子型的钢板 搭设 就是亚花铁板啊 水上作业平台 这是这个图 大家注意啊 这是上面这个图 这是整个搭的一个平台 这是我们最高施工长水位 18.3 而我们的这个平台啊 跟它是有一定的距离啊 然后呢 这里边构件A是什么 这个是钻机 这个是大护筒吧 直接埋到河床底 好 整个一个水上作业平台 它问题是 让你结合背景 以及上面这图 指出水上作业平台 应该设置哪些安全设施 咱们想一想 在水上作业平台施工 安全设施 就是防止人掉下来 那防止人掉下来 我们在前面的整个导学课 介绍过这题 还有印象吗 防止人掉下来 你是不是在这里边 最好应该有什么呢 有栏杆啊 有防撞 有照明 有警示标志 挂上密布网 防止人掉下来 但是如果赶上哪个人 坐上栏杆啊 来个自拍 高难动作 啪 掉下来了 你得有救助的措施吧 比如救生医救生圈 你倒没有掉 从栏杆这掉到河里 从护筒这掉下来了 那护筒是不是得加盖 你这不是钢板搭的吗 你有没有防滑防触电的这些设施 好 在这里边 大家一定要知道 比如这个护筒加盖 比如下边啊 垫上橡胶垫 防滑防触电 比如我们的防护栏杆 救生医救生圈 这是什么呢 你看水上作业平台安全设施 既有我们针对案例背景的 河道中施工救生医救生圈的常识 也有图中隐藏出来的户筒加盖 也有钢板隐藏的防滑防触电 还有一些更常识的啊 那个栏杆防撞警示标志 警示灯照明设施 好 这个题由于我们前面说过 咱在这就不再过多的重复 但是呢 这类题 你看教材中没有的题 是不是有一种感觉 打起来反倒得心又少 而教材当中有的这些题目 打起来并不是那么容易 好 关于我们后边这个啊 施工方案三中所指的构件A的名称是什么 构件A施工需要哪些机械配合 构件A应该高出施工水位多少米 其实这个应该是放在装机当中介绍的 那构件A的名称就是大户筒 我们刚说过 那么应该高出施工水位多少米 户筒应该高出多少 这里边一定记住施工水位2米 需要哪些机械进行配合 因为我们的大户筒 你最起码得有吊机或者吊车 你安装的时候得有震动锤 因为1米5的大钢管要砸到河床当中 还应该有这些泥浆泵小型抓斗机 从整个啊 从开始砸击这个护筒安装的时候 那里边啊 里边的往下砸击非常有难度的时候 那你得把里边啊 搅拌成泥浆 把水抽出来 再往下砸击安装的护筒 相对就容易了 所以说呃 这个题呢 其实放在装机那更合理啊 咱们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啊 咱们这个课程呢 主要是桥梁下部结构当中的一个分支点 就是在河道当中施工桥梁 对于河道中啊 这个桥梁教材当中只有维艳 没有平台呀 水上作业平台呀 呃 助导啊 导流拐寒 但是水上作业平台和导流拐寒就考过了 所以说考试它涉及到的东西 不一定在教材当中 咱们后期呢 呃 需要啊 注意 就是考核案例 这些通用的 比如前面刚刚说的水上作业平台 那水上作业平台就是一个特别通用的一个支点 当然一定要结合着案例背景 好 呃 关于河道中施工桥梁的内容 咱们就暂时先介绍这么多 由于2020年 2021年 呃 我们的2020年和2019年啊 均有这相关的河道中施工桥梁的内容 呃 刚隔上一个2021年 这里边出题的这种概率不是特别特别大 考出来也是常见的一些通用知识 所以这里边我们就不再做过多的介绍 咱们这节课呢 也就到这里 下节课 再见